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 这一历史时期从周王室衰微天下动荡混乱开始 到秦灭六国一统天下为止 跨越了几百年的光阴 春秋礼崩月坏 战国诸侯兼并 它是天下失去秩序的时期 也是中华文化在形成和定型的时期 这一时期高潮迭起精彩分成 旧有的传统被颠覆 历史的重心在转移 新生的事物在萌芽 几百年的跌宕起伏 大势迭起 英雄辈出 春秋五霸 依次登场 霸业图强 战国七雄互相竞争 七雄要被一雄取代 这是一个大倾斜 大动荡 大变革的时代 回望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 在中华文明的坐标中 究竟有怎样的位置 曾经强大的西州 为什么最终会走向衰落 有人说是红颜祸水 一个叫包四的女人 引出了烽火系诸侯的故事 从而导致了西州王朝的崩溃 这个故事虽然经不起推敲 但在这个故事的背后 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真相 当时还仅仅是西锤大夫的秦湘公 又是怎样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在混乱的时局下 忠心耿耿地护送周平王 东迁洛阳 为周王朝立下了汉马功劳 从而得以建立秦国的呢 华中师范大学刘新林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春秋战国记第一集 秦湘公有公 西州怎么衰落呢 这里也就涉及到一个 广未能知的一个传说故事 这故事首先是国语的记载 然后司马迁的史记也把它写过来 它是一个神话传说故事 说在夏朝的末年 有一天两条龙降下来 落在夏朝的朝廷里 这龙说话了 说我们是包裹的两位君主 再不说了 包裹两位君主 没请你来不说这个 所以这个朝廷里就占布 布什么呢 布 把这个龙杀掉 结果是不急 再不 把这个龙请走 结果是不急你 再不 把这个龙留下来 还是不急你 那么就布了一个什么 请他走 把他的唾沫留下来 好的 急 于是就写了书简 这样来告诉这个龙 我们请你走 把你的唾液留下来 龙留下唾液 那么这个朝廷里就把唾液 用一个箱子密封起来 装上了 这样东西不得了 不敢打开 下朝末年的事 整个商朝几百年 没人敢打开 整个西州 那也过了几百年了 还没人敢打开 但是周立王 他就这些暴君 他我就来打开看看 这一打开来 这个龙咸 龙的唾液 遍地坛 少也少不叫 怎么弄就不行 那么这个唾液 忽然地卷起来 它变成了一个物 什么东西 叫圆 就是一个巨鳖 一个像乌龟一样的 一个巨鳖 这巨鳖爬着爬着 就朝内庭爬去了 直到内庭 有一个小孩 大概最多也不过 就是五六岁 为此 就是说还没换压子 这么个小女孩 公侣 结果结束了这个巨鳖 结束了巨鳖 他怀孕了 到了西州的周宣王的时候 剩下了一个孩子 剩下一个女婴 就是结束了一大巨鳖 怀孕生的孩子 觉得不吉利 太怕 就把她扔掉 所以这孩子从小 就是以弃婴 再说还有另外一回事 那小孩们传着一首童谣 这首童谣里说 燕虎鸡符 始亡周国 燕虎 燕虎就是桑木做的工 燕是桑木 桑树木 桑树柔嘛 柔软的做工 鸡符呢 是鸡木做的剑 鸡木也就是 这个很结实的镯子 做的剑 符呢就是剑袋子 说这两个东西啊 厉害 周将灭在这两个物件手里 但是也没说 是有人拿着这个桑木 这个鸡木剑呢 射啥谁呢 还是什么呀 不清楚 至少儿哥 童谣 现在是周游晚了 就要查 怎么一回事 清晨的结果呢 发现有个做小买卖的 做生意的一对夫妻 他们做什么卖卖 他卖了就这玩意儿 卖桑木工 卖鸡木剑 于是要抓 这一对夫妇啊 好 你跑啊 追 而且追杀 追着逃着跑着吧 听见有个小孩的哭声 就是刚才说的那婴儿 说这婴儿也可怜 我们把它捡起来吧 他们就捡回来 捡起来带回家去 养大 所以这一对啊 卖弓箭的夫妇 他们就是这个小姑娘的养父养母 他们是包国人 这个小孩呢 就叫包四 为什么叫包四呢 四 是夏朝的国姓 夏宇啊 它就是四姓 这个包国呢 它又是夏 分封的 分封的一个国 所以它是四姓 包四它的四 这个女孩呢 就按照习惯把它叫做包四 咱知道啊 这一长大成年之后啊 仍然是一个千里挑一 万里挑一的大美丽 这远远近近的人 也都知道着这个事 这里我们先放一下 我们再说 周幽王 他都干些啥 周幽王 他用了那么一个人 就特别好力的一个小人 他中用的这个国师傅 好力 周幽王本人呢 就好色 国君好色 大臣好力 所以大臣 就投其所好 到处给他找美女 那么这个事 就有一个大臣 来提出 严正的劝说 这个人就是银姓 赵氏的后代 在周末王的时候 银姓有了赵氏 赵妇的后代 是在于驾车 是在于阳马德 赵氏的后代 他的后代里面 出了一个人 叫做书代 叔叔的书 代子的代 这书代呢 就对周幽王说了 说现在的情况是 诸侯藐视周王朝 而西荣呢 要蚕食周王朝 作为国君 你不去耗人才 到处寻找人才 来帮助自己 你找什么美女 这话周幽王听了以后 大怒 说你懂什么 这么一点事 给你这么指责吗 于是呢 把书代 就是赵氏的爵位 官职一概剥夺 而且夏令呢 赶走 书代呢 就带着银姓赵氏家族 那人很多啊 整个家族 就直奔晋国而去 后来在晋国 就出现了赵崔 赵顿 权倾朝野 意思到战国时代呢 三家分进 就分成一赵国来了 这个是后话 朝廷里有书代在这里 指责周幽王的时候 书代又受到这种 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 就有人为他说话了 这个人就是包国的国君 叫做包续 包续说这样处理书代是不对的 书代提出的意见是对的 那么周幽王正在气头上 说你也不是好东西 抓起来 这一抓起来之后啊 包续也着急了 还不知道周幽王怎么处理他 是杀是寡 怎么处理 他的儿子也着急了 怎么在那想个办法 把我父亲诉出来啊 有没有国君耗得了哀口啊 耗得是美女 所以呢 包续的儿子就在国内去寻找美女 这样一来 找到那堆卖工件的夫妇的家里 出重金 把这个包丝买过来 然后献到宫中 献给了周幽王 周幽王他可是如获至宝啊 那么这里啊 我们就看到诗经里面 有这么两句诗 他认为西之的灭亡 就是这个包式 这两句诗说 鸟至芳阳 令火灭之 赫赫宗周 包式灭之 这个鸟是燃烧 那燃烧的正起劲 火光冲天 这是说周朝啊 如日中天的时候 令火灭之 谁能够灭了它 谁能灭掉这个强大的周王朝 但是就一女人 赫赫宗周 强大的 显赫的西之王朝 包式灭之 就是包式给他灭了 这不是一大诬陷吗 我们现在回头看看 那包式究竟犯了什么罪 我们撇开他 是不是那个浓的贤唾液 变成了一个大鳖 让那个小孩怀孕 排除该这一段传说的话 那么这个包式啊 从小就是一个弃儿 一个孤儿 又被对贫贱夫妇给收养了 那他又被来包裹的 宝许的儿子给买过来 献干了周王 这一切都不是他自己的意志 所形成的 他没想怎么样 没想进宫 而且他到了宫殿里之后 在周游王呢 他又干了什么 他啥也没说 周游王 觉得这个包式啊 是个冷美儿 就看不见他笑 无论如何 他让他笑 千方百计 他就是不笑 于是那个国师傅啊 那个奸臣 又得写出主意了 有个主意 点烽火台 点了烽火台 诸侯啊 派大兵的秦王来救 这多热闹啊 你看他笑不笑 周游王为了包式一笑 点燃到烽火台 诸侯们都来秦王 来了一看来 原来这么回事 他们玩了 这一次 点燃烽火台 咱来了 二次来了 周游王觉得这个好玩 就这么玩下去 点了几次以后 诸侯们觉得 咱不跟你玩了 这玩不起 我们累死了 结果你们就是了 淘美人一笑 他不来了 一个都不来了 从此以后 再怎么点烽火台 诸侯们再也不来了 因为周游王失信于诸侯 这种国家 一起战备警报 你随便想拉就拉 就是都没人笑一下 那这事 与包式啊 确实还没关系 包式是笑了 他不是他要你 点什么烽火台啊 他也不知道 烽火台什么用啊 有一位网友问 关于包式这个人物 刘老师 没关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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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在宠爱包师的时候 把他的王后身后废掉了 把这个身后的儿子太子一旧也废掉了 身王后是身后的女儿 而太子一旧是身后的外孙 身后的势力虽然不强 他的关系很广 周王朝 秦人 西荣 哪儿呢他都有关系 可能他身后的女儿多 这儿嫁一个那儿嫁一个 都是亲戚 他转得开 当那个秦人 就是大陆家族 要立一个继承人的时候 他也插一手 这个赵臣是我的外孙 我要保护外孙 做这个大陆家族的继承人 所以就把秦妃子给排斥了 他很有本事 现在好 马上就要做这个天子的外孙 就废掉了 所以他能不激动吗 他能不派兵来吗 他来 还不是他自己来 他联合了曾国 联合了西荣 联合了犬龙部落 咱一起来 找周游王赚账 就实力而论 申国不是西州的对手 如果要联合其他的诸侯 来进攻西州 那没等你组成一个队伍 消息就散不出去了 周游王有了准备 你也难得占到便宜了 所以他说 不发动其他诸侯 曾侯在他附近一联合 行了 然后犬龙 西龙各个部落 他们的特点是什么 他们不在乎什么权力 什么民分 什么侯 不在乎这个 在乎什么 在乎财富 粮食 衣服 货品 反正生活用品 抢了就走 所以他们不需要 做多少工作 只要一商家 咱们合伙干 干他一票 来了 所以这样一来 申侯联合了 西龙 犬龙和曾侯 一起突然的杀奔精神 周游王逃到逆山下 申侯的人 追到逆山下 把这个周游王杀死了 而西龙就把那个美女 包四 抢走了 比如说包四生孩子 一些行为 他和正常人没什么不同 其实说到底 这是周游王的 这王后 原来的王后 和新人的王后 这女人之间的一场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 包四没有后台 没有背景 输了 圣侯他有强大的背景 不是他本身很强大 圣侯他可以联合西龙 犬龙还有曾侯一起来 所以这是背景强大的 那个圣侯他的胜利 一是说到底 诗集里面说的 那个赫赫宗周包四灭之 这就是也和天的冤枉 他的一座驴子 一个弃尔 闻人药 被普通老百姓养大 当做东西买来送人 送进去以后 他不笑 不笑的权利他没有吗 这是他性格 你谁要从小是个孤儿 被养大 卖来卖去 送来送去的 他有什么好笑的呀 没不笑 也是罪过 所以包四要输到最大的罪过 是什么呀 是长得太美了 所谓红颜薄命呢 我们今天这样来看待包四 当然不能强加于人 你怎么想怎么想 但总之呢 我们找不出任何证据 说是包四啊 他本人去灭了西州 这个西州啊 他从州孤王以来 孤王 翊王 以下 就是那个州孝王 查进去 使他稍微震兴了一点 然后传到翊王 传到翊王 而宣王再稍微振兴了一下 传到幽王 是一代不如一代 这一个大传 就要沉水的时候 压成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这个州幽王 这个稻草上的一批 小叶子 那就是那个包四 所以西州的灭亡 是人为的作用 他绝对不是什么 包四 让他灭了 州幽王倒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重用了一个坚定之臣 那就是国师傅 这个国师傅有什么特点 国师傅 为人 力巧 善于 好力 专门讨好人 专门打 见风插针 这个巧言令色 而且最终是他 要获得自己的利益 就趁着你周永王好色 我就要力 咱们合在一块 这个国家 这个国王 他有不腐败的吗 这国家有不灭亡的吗 因为多年来 这个国家极重难返了 那不是他一个周永王 更不是包四的责任 过院前771年 申侯联合犬荣西荣和曾侯 杀本京城 杀了周永王 灭了西州 西州到此结束了 但周永王朝时代 这样攻击的时候 既然没有任何诸侯来救他 哪个诸侯会来救呢 因为你过去玩你的 蜂火系诸侯 把我们西农的够了 你再点不来 但是也有人来救 他来的不是诸侯 是西锤大夫 还是西锤大夫 购不上诸侯的 这个就是秦湘公 秦湘公来救周永王 迟了一步 等他赶到的时候 虽然拼死 厮杀 但是周永王已经死了 虽然已经死了 但是战斗在进行 因为当时谁不知道谁死了 所以双方啊 流血了 拼命了 有网友问 周永王如果没 是备来的 every人来的 而且他告诉你 但是我们下一次的 他不太假的 所以我们下一次的 这是我们下一次的 对 我 没有 警察 有没有风火吸出后一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但这一大功还不足以 使这个秦成为一个国家 秦相公也不会就此止步 他还得继续立功 作为继续立功是因为周幽王的儿子 也就是太子遗旧 不是在身后的保护之下吗 那么诸侯们对这个身后的行为 身后这是叛国 是犯上捉乱了 大理无道 居然去杀周天子 但是诸侯里面 谁也没作声 这是小国不敢飞 大国不敢诸 这话是庄子说的 庄子说的不是这个时候的事 说的是战国时候的田势 齐国的田势 夺拉权 杀了原来的国君 但是大的国家不敢出兵去讨伐 小的国家不敢发表声明 什么田势 这个做法是错的 这种身后也是一样 身后成功了 所以诸侯们 大的诸侯国 不敢派兵去和身后作对 小的诸侯们 根本就不敢说 身后你是错误的 你是反叛朝廷 没人敢说 为什么 因为 身后手里还有一个太子 原来的太子 遗旧 这是正宗的太子 所以诸侯们反而去 巴结诸侯 大家一起商量 咱们 不可一日无主 要立即遗旧 做了周王 那么做了周王之后 在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 因为周围啊 所有的地盘 包括西州的发祥地 就是齐山 风水 全都被西隆 全隆部落 给占领了 这个周天子在这里 做不下去了 于是呢 决定 东迁 洛义 也就是洛阳 这也是在周城王的时候 就预备的另一个都城 东迁诺阳 到公元前七百七十一年 这一年西州结束了 东周开始了 身后没有受到任何讨伐和非议 是因为他立了东周的第一个王 周平王 周平王 东迁诺义 又不是他的外公 这个身后所支持得了的 我们说他的力量本来就不强 是发生突然袭击的 所以这个时刻呢 齐乡公 自告费勇 来带着军队 亲自带着军队 护送周平王 东迁到洛阳 这一路的人力物力财力 还要不断地对那些 前来骚扰的 前来厮杀的那些 戎族部落 和他们拼 这样一来 秦乡公的忠臣 大大的感动了周平王 周平王就对他说了 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荣无道 西荣犬荣 不讲道义 亲度我骑风之地 骑是骑山 风是风水 骑山风水是西州的发祥地 秦冷公族荣 秦国啊 你们能够向荣族进攻 并且追逐他赶跑他 极有其地 那么那个地方就归你们所有 口说无评 还要写下来 还要盲示 周平王和秦乡公盟士 只要你攻得下来 赶紫的荣族部落 这地方就是你秦国的 而且秦从此身一个 成了诸侯 成立了真正的国家 能够和小山以东 中原的鲁国 齐国 晋国 郑国 楚国 和他们的国军 平齐平坐 互相通使 通使节 互相访问 秦国直到这个时候 才获得了这样一个地位 虽然说那个土地啊 是一个空头支票 但那可不是一般的空头支票 那是周天子开的 而且是有前提的 你躲过来就是你的 那么秦乡公说 躲不躲的过来 就看我们自己了 人家不能说白白的 这个土地 还要在我手里送给你 那没意思了 所以咱们得自己躲回来 秦乡公在位的时间不长 在手里完成了 最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使秦银 成为了一个国家 提高了诸侯的地位 可以说 这个秦乡公 他是第一代国君 甚至可以说 他是秦国的开国元勋 开国的国君 因为在他这个时候 才成为一个国家 不过人们没有经常地提到 他是秦国的开国国君 是因为前面有十几代的奋斗 一代一代地在提升 恰好到他这里 他出了力 两次救州 提为诸侯国 还有一位网友问 秦乡公 是谁 《详乡公》 对 在哪里 我出了力 提出 离开国 在 road 我出了力 我心我素 对周王才来说 两大功劳 功不可没 所以秦国的崛起 那是历史必然 是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阻挡的 它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秦湘公是秦营之祖 从西州附庸 一跃而成为一方诸侯 秦湘公虽然是秦国 第一代国君 但秦国的实力还很弱小 秦湘公之后 是秦文公继承国君之位 那么秦文公 又是怎样增强秦国实力的呢 请继续收看 华中师范大学刘新林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 春秋战国际第一集 秦湘公有功 秦湘公当然得到这个 是太高兴了 身为诸侯 大批的领土被 这个西荣 却容占领 我只要用心的去攻夺 攻打 那是能够夺过来的 他完全有这个信心 所以呢 不能休息 马上干起来 但是上天赋予其乡公的命运 就到此为止了 因为他急于求神 要急于使这档空洞支票兑现 所以在战斗中 不幸阵亡了 秦湘公阵亡了 他的目标没有实现 周平王开的空头支票 没有兑现 这个任务 落在他的儿子 秦湘公的身上 秦湘公对秦国的建国 滚固成为一个国家 他的功劳 还在秦湘公之上 因为这个秦湘公 在位时间很长 一直执政五十年 五十年中 这个秦湘公 是秦国 真正地成为一个 像不像样的国家 秦湘公吸取了一个教训 说父亲啊 一被封为诸侯 一得到 这个奇风之地的许诺 就急语求成 举行大的祭祀 纪念咱们秦国的建立 所以他在太着急了 他太激动了 但是我可不 所以三年之内 这个秦湘公没有动 他在考虑一个 长远的规划 说守校三年也罢 他策划三年也罢 总之 他集委之后的三年之内 啥也没干 那么三年之后呢 该第一件事 出去打猎 打猎带多少人 七百人 这七百人带着是打猎嘛 如果是打仗呢 人就少了点 如果是打猎呢 人就多了点 所以这实际上啊 是一次军事事态 因为他打猎 不论说早上出去 晚上回来 或者今天出去 明天回来 或者打了一个月回来了 不是 出去那九一年 这打到哪里呢 他就打到了 千位之会 所谓千位之会 就是千水 未水的交汇处 这什么地方 这就是他们的老祖宗 秦飞子 当年为周孝王养马的地方 为什么到这里看看 这有什么好看的 这位秦文公 到了这里之后啊 他在这里非常感慨地说 当初啊 当初啊 周王把这个地方封给我们的老祖宗秦飞子 让我们在这里建立诚意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么多人过去了 我现在回来了 看着这个祖宗啊 第一次受封的一块地 他感慨万端 这感慨还是表面的 实际上呢 他是想在这里 再一次地建立都城 这地方好啊 建立都城 但是你放眼看看 周围都是什么人呢 周围到处是西荣的各个部落 山头林立 你居住在这中间 你不怕吗 什么时候人家把他灭了怎么办 一个有座位的君主 就是敢把自己的国家放到敌人的眼皮底下 秦文公就做到了 然后 他的人马陆陆续续 从他居住的地方 移到这里 也就是秦飞子羊马的地方 在这里建立起了他的新的都城 但是周围的西荣部落士多 在没有统一好运的情况下 大家也不会一起进攻 再说 他父亲秦湘公 也都建立过很多的外交关系 和西荣 当然有很多外交 有很多联系 还有很多的通婚 所以这样呢 贸然地向他进攻 人家还不知道 谁会从中帮助秦国 也不敢下手 那么他搬到这里之后 仍然是休养生息 这地方不是最好养马的地方吗 养马 他的战马在这里养得标肥体壮 不但养马还要养人 他的士兵在这里 训练得非常精猛作战 有了这样一支队伍 秦湘公 终于向西荣各个部落 足够地发起了进攻的号角 足够地收拾 足够地赶走 然后一直到达奇山 这个周天子开的空头支票 在秦湘公的手里 这一次算是都兑现了 拿到手了 请关注下集 谢谢大家